春季天气变化快 星期一、星期四受华南云雨区影响 天气不稳定,降雨几率高 而星期一、星期二东北季风影响 北台湾比较凉 星期三开始才会回温 到星期五花东地区水气才会明显减少 预计清明廉价 花东地区都会是稳定的天气 上周末台湾终于降下第一波春雨 不过春天天气变化快 周一、周二受东北季风影响 温度明显下滑偏凉 周三起才会回温 到了周四又受到华南云雨区影响 水气增加 提醒民众周五前出门记得攜带雨具 在27号这一天 我们还是受到华南云雨区的影响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花莲的 其实比较阴阴有雨的一个情形 温度也比较低一点点 我们高温大概在22度 22度而已 低温大概19度 然后到明天开始 东北季风比较减弱 华南云雨区也比较减弱的一个情形 所以明天开始雨就没那么强 温度又上升一点点 然后到二十九三十二十九的时候 天气其实系统会比较减缓一点点 但是我们刚才说过了 在银风面上还是会有比较 局部雨的一个情形 到三十又另外一波的华南云雨区出来 所以天气还是比较不稳 温度又下降一点点 但是从三十一号开始到 目前看起来到四月二号 那个廉价期间 花莲天气基本上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刚才说过了 有一些可能在银风面上 或是局部地方 可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或是局部的短暂震雨一个情形 所以整个温度看起来蛮舒适的 就是廉价的时候 温度大概都25度附近 然后低温大概也在19、22、1的附近 所以温度还算蛮舒适的 所以这一周大概就受两波的华南云雨区 然后影响的时间跟雨量 大概都不是太长 所以这一周看起来 目前看起来在廉价的时候 在至少在廉价的前半段 我们看起来天气是还蛮舒适 天气还好 但是就是到扫墓那一段时间 我们还看不到 但是目前在廉价之初 你如果在四月三十一到四月二号之间 你要去扫墓的话 天气应该还是算不错的一个天气 周四三十日 另一波封面雨带通过 各地转为震雨或雷雨天气形态 到了周五三十一日白天起 水气减少 至周六一日 静命廉价各地都将转为多云时勤 气温回升的稳定天气 春天天气变化快 有安排廉价出游民众 随时留意天气变化 记者长方彦华临时报导